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自己会有一种感受关系好像也是很虚妄的东西 但是同时当它在影响着你的时候 你也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些影响就是存在 是啊 就是感受 对吗 是啊 你再微细一点 假如说你坐在这儿 你如果一个人六个月很清晰 清晰到一定时候 别说是你们关心到血液了 你坐在这儿 这个桌子都影响你 你也感受不到 你能感受到的是人力的影响 就是你家里的 你在乎的那些人对你的影响 因为我们太粗重了 知道吗 不够近 太粗重了 而且因为你的心缺在这些人身上 所以他们就影响你 但是这个桌子你心不在这儿 所以它不影响 其实它也在影响你 只是你不太看重 地球月亮都在影响你 只是你不知道 只是你感觉不到 那么大的影响 地球的吸引力这么大 你感觉不到 是吧 你不会跟它靠谤 靠谤 不会啊 因为你不在乎它 它把你吸在地球上让你飞不起来 你都不在乎它 是吧 你会觉得说 我拥有生命 然后我的生命的延续是来自于 这么多 这么多的元素 然后你会知道 作为人 你经历的人 世界的这些东西 它也同时就是像这些 所有所有的一样 它在影响着你 那这个时候 你要说我们 我们说空心 说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是 但是它就是影响着你 所有的东西 就是这样在运转的 对空心的了悟者 还是你在第一个层面 就是说 你现在在努力地做一位菩萨 你在爱这个世界的一切 你认为你需要感恩 你需要去爱 你了解这个世界 你说 你刚才说 这一切 山河大地 水 草木 所有的一切 就是说 我是见来的 这种表达方式就是说 我要感恩 我要回报他们 是不是 但是一个 这不是空性的界地 就是说这个是 是在努力地做个菩萨 你的爱变满之方 但是这是第一步 是你在做菩萨 这样你爱会很累的 虽然你觉得我已经无所求了 我也不求这个世界回报 但是为什么你会委屈呢 你会觉得爱的 甚至觉得爱都是一个伤感 或者是什么 或者你不是感动 你不是为了这份爱感动了自己 不是 是你爱着这一切你在 但是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说 你还没真正去做你自己 不是你去爱这些的万物啊 不是你去爱啊 是你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里面没有爱啊 这就叫我举个例子 我一直举例子说 他要爱万物只是做他自己啊 他没有说爱万物啊 是万物觉得没有阳光不行啊 万物觉得没有阳光 黑暗 没法生长 那太阳他自己就是那样发光发热的 你让他变成个黑的他变不成啊 那是他的品质啊 他就是那样啊 他本来就是那样啊 是众生赋予了他爱万物的意义 因为众生离不开他 众生就是说万物离开太阳 没法生长 所以众生给了太阳一个名词说 哇 太阳是爱万物的 是吧 菩萨也是这样的 我们生命就是被赋予的 我们所有 包括我们会 学会与人打交道 然后给予一个人关爱 或者说我们会的所有东西 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有的 你不是给予一个人关爱 是你没有能力给予一个人关爱 你就是你 你有时候如果你认为你可以给予这个世界一切什么东西的话 那么第一是你会累死的 第二 众生也不接得需要你 就需要你啊 你给予不了这个世界东西啊 是吧 如果众生的生长需要你的话 这叫众生生长需要太阳 他会觉得太阳很爱他 是吧 如果是不喜欢太阳的人 就觉得太阳很讨厌 怎么能有爱呢 太阳怎么能有爱呢 空性里边就是说 作为一个菩萨 首先是你不可能给予众生什么 但是你爱你做你自己啊 你做太阳啊 你只是你修正到什么程度 你带着你的品质行走在这个世界上啊 你就是那样啊 你改变不成黑的 你变不了啊 你就是那样 所以你也不可能给予众生什么 众生需要拿去好了 众生不需要还回来好了 是吧 你只是这样 所以你就跟众生没关系 你自己说句老实话吧 但是你会觉得 生命当中太多的东西是无奈的 嗯 真的是无奈 就是你 你做自己为什么要无奈呢 你做好自己 你能做到什么做到什么 你有所求才无奈吧 你想把这个世界 变成极乐世界才无奈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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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怎么自母做恶事呢 佛菩萨哪去了 是吧 这个世界人怎么这么无名愚昧呢 满血是贴死掉地狱的感觉 是不是 做菩萨做得这么辛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